好 主人要是陈光熙开发的电影机 高级模一小鸡 大家好 我是启伦 这是我们来台幅看一下 一个是这个小龙枪啊 这个小龙枪应该是里面有一个数字 老爹商城 淘宝反例著名品牌 隆重推出满400反400现金的免费购物模式 老爹商城不仅有海润的自身商品 更汇聚了淘宝五亿商品 服饰鞋包 美容首饰 手机数码 食品母婴 家装家电等 让你在购物的同时 资产不再缩水 如果你不信 现在马上登陆 3w.老88.cn 免费购物 真的是完全免费 温馨提示 最近使用百度搜索老爹商城 出现多个恶劣假冒老爹网站 为防止受骗 请使用谷歌搜索 或认准老爹商城 唯一官网地址 3w.老88.cn 直接登陆 大家好 主人家 欢迎开吃了吗 他解说这行的小智商 就那么低肯性感 今天又来给大陆英雄 来梦到第一次聊了 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英雄 就是飞天堂朗卡之客 但是呢 在看视频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毕哥真实故事 第二季 曾经我是个孤独的男孩 在没遇到他之前 我的世界是很开心 但是 就是他 让我找回了男人往日的自信 看到我的眼神 灭神 现在在小智淘宝店买灭神鼠标 就送这款加大加长加欢的超大鼠标店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 妈妈在不担心我玩英雄的门被虐了 小智淘宝店 Just do it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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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种比赛的画面啊 相信大家呢 看完刚刚那段真实的故事之后啊 一定感动的已经是热泪盈阔 尿度甩出来几滴啊 说实话 我也经常被自己的这个作品说感动啊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一个来这两个小平坏山区的孩子啊 怎么能拍出这么感人的影片呢 这不就是有生活吗 大家说实话啊 帝哥演的也真的是不错啊 他天生就是个演员啊 原本呢 我教他的那些东西 他不但演的淋漓尽致啊 而是加入了自己对演艺事业的啊 一些看法和这个理解啊 很独到啊 不会经常搞摄影 这个每天拿着摄像机 对着他女助理说 来这个 好啊 咱们这个就不多提了啊 不过帝哥呢 这个王八蛋啊 每次找他拍摄的时候呢 都是让我很痛苦啊 就像这个这期广告 我这个邀请帝哥出来 我说帝哥啊 咱们这个是不是应该拍广告第二季了 比如说好好啊 小智你等我啊 我马上就过去啊 然后呢这个说完之后呢 还给了我一个神秘的演秀啊 哈哈哈哈 来说实话啊 就他这点小心眼 我全懂啊 我这期里都有数啊 有谱 然后呢这个帝哥一来我家啊 就是小智这个 呃 卫生间在哪啊 我要上卫生间 我那帝哥卫生间在这啊 你去吧 哎呀 先不去了啊 然后呢 这一要拍广告呢 我说帝哥来来准备拍广告啊 一二三准备 然后比如说 哎等等小智 我想上卫生间小便一下啊 我说帝哥你去啊 我想去啊 但是算了 先不去了啊 然后如此呢 这反复了能够二十多次啊 我终于明白帝哥的意思了 我说啊 帝哥原来你要小姐啊 这个 当然咱们说实话啊 我是一个神魔忍律的男孩 我就跟帝哥说啊 我说帝哥 你要了解啊 这个 呃 咱们这个过年了啊 这平时咱们经常聚会的这个文艺亚斯的场所呢 也有一眼打啊 所以都关门了啊 被扫掉了 所以你看这现在没有能开门的 你说怎么办 然后帝哥这一想啊 这也很失落啊 明显很失落 他说那好吧 那咱们这个就开始拍吧 然后这个 那一拍上吧 这个帝哥啊 就表现得要死的样子啊 就显得不是很开心啊 所以这个弄得我也是很郁闷啊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 那我们的螳螂呢 已经开始在这里呢 这个消耗起这个对面的蛇女了啊 但那个值得一说的什么呢 今天玩的这个螳螂的操作者呢 并不是小智啊 我们先把这段看完 好啊 你看到没有 螳螂直接过去啊 一个E一个T加一个点眼啊 直接就弄死了对面蛇女啊 一许FB啊 看到这呢 很多朋友就会说了啊 这是谁 难道不是世界级中单吗 今天说实话啊 不是世界级中单 今天呢 我给大家请来了一位职业选手啊 当然这里先把这段看完 他准备搞死对面的这武器大师 但是 这个伤害计算出现了失误啊 这一个打路没有弄的 这武器大师有点尴尬 然后他这个E呢 虽然说恢复了CT 但是呢 他又没想扑过去啊 所以 上市了一次机会啊 出现了一次比较严重的失误 但一提到职业选手 大家就会开心了啊 说小智原来你终于请到了这个职业选手 来跟我们打第一视角啊 也不要爱上我啊 我是为你们着想的啊 散播欢笑 散播爱呢 这是小智呢 一贯的特色啊 今天我给大家请到这位职业选手 当我说出他名字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说 妈的他是谁啊 当然呢 这个就是前兜塔职业选手啊 对 我请前兜塔职业选手呢 来给他打这个英雄联盟的第一视角啊 当然这个不要瞧不起他啊 虽然说他是打兜塔的这个前职业选手 但是呢 他玩英雄联盟还是很烈的啊 因为他曾经呢 在这个山东呢 这个做过魔鬼式的啊 这个电竞训练啊 所以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这究竟是怎么魔鬼式的训练呢 因为他的这个训练基地设置的很特殊啊 一楼洗衣 二楼桑拿 他在三楼打兜塔啊 就是这个大高丸啊 猫腰啊 猫腰 哎 当然了 这个他打的还是很不错的啊 然后这个下落呢 现在已经是 哎 当了这个 你这个学生女演上了啊 演上了 这个 哎 但这里呢 还是跟大家说句实话啊 不管是我的每一个视频 或者是不管这个英雄是不是 我打的我每一个视频当中 没有一个是演员 你知道吗 如果有一个的话 我出门全家都出事 好吗 对吧 这我给大家这个承诺 这个你们呢 也要相信我啊 因为言不信言 网为言 而且我没有必要说 这个打一个破敌视角 我来请一队演员 然后会我名声啊 这没有必要的 所以大家心里都有个谱啊 这只能说这个舌女有点菜啊 而且你不要以为说打牌位子都多高端 相反呢 现在这个匹配的舌女水平 要比这个牌位还高一些啊 这个我们就不多提了啊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猫 又准备搞死对面的舌女 好漂亮还真撒了 但是这个舌女呢 也是果断的跟她换命啊 那这个就有点小尴尬啊 然后现在猫样子正在纠结出什么装 因为她钱比较多嘛啊 这现在呢 除了女神之类 我觉得应该出一个400的小剑啊 除了400的小剑的话呢 就能够增加她线上的这个优势 我现在这个职业选手和 然后啊 他他买了这个 那什么啊 他买了一个这个鞋啊 那好 这个我们继续来看比赛啊 这个有点小尴尬啊 但这个刚刚也讲到毕哥嘛 因为我没有带他去文艳雅寺的场所 这因为过年援党嘛 大家都知道啊 所以呢 毕哥这个显得很失落啊 然后呢 这个我说 毕哥你别失落啊 你看你不能带你去哪个地方 你你选个别的 要不咱们去看看电影什么呢 也行啊 这电影院放电影都没意思啊 我说 那毕哥你说 我我我 要不我给你几个网站 然后毕哥说 算了啊 那走吧 咱们去这看看电影院 有什么好电影啊 就那一去看啊 最近这条新商量的西游小莫片啊 毕哥看过了啊 这 然后 他就觉得没意思啊 我那要不看看 这个黄博眼的这个 101次求婚 毕哥说行 那看一看吧啊 这跟结婚和男女友关系的 毕哥格外感兴趣啊 然后呢 这我们就去看了一下啊 但这里呢 先把这个看完啊 对面的这个武器大神又来搞他 但是呢 这个 呃 呃 我们这头的这个盲僧啊 也是繁野成功 但是呢 这个蛇女呢 竟然没有死掉啊 那一看猫腰又是伤害计算食物啊 呵呵 那好啊 咱们就不得提了 然后潘森也来了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猫腰就被这个潘森给搞死了啊 那有点小尴尬 不过没事啊 我们呢 这个继续来看 但是呢 这个看101次求婚嘛 看完之后的话呢 这毕哥说实话啊 眼中呢 也是眼泛着泪光啊 在这个 就是说小智啊 这个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啊 这101次求婚的啊 说实话 这个影片的男主角应该找我来演啊 我说 毕哥 我说 我说 那个 你比黄博 你比黄博帅一点啊 这倒是真的啊 然后呢 这个毕哥又跟我讲啊 说小智 你说 我和你 咱们两个联手 能不能拍一部 也像这种似的电影 我说 毕哥 我说 我这攀设手法有限呢 我说 我说 那那个 但是我可以考虑考虑啊 跟你试一试 挑战一下自我 然后毕哥说 行啊 就写 咱们就拍一部什么影片呢 叫做这个101次网恋啊 这个 我一听这个 我说 毕哥 你真猛啊 咱们就不多提了啊 101次网恋啊 毕哥真真是 再次搬上荧幕 咱们说实话啊 这演员需要的比较多啊 当时我就说了 我说毕哥 你看这个 你要说101次网恋 这一码得需要100多演员吧 对 我说 那 你说 那咱那个 艳势的朋友有限啊 要不这样的话 请点宠物来 可说 毕哥说行啊 把方圆石里的母狗全请来啊 这 这毕哥的口号 不就方圆石里 不留母狗吗啊 所以这个 我就不多提了啊 那好 咱们这个继续来看 不过呢 又有一个事 值得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这个猫腰呢 打的这个 英春联盟呢 打的还是不错的啊 然后呢 这个 我呢 和他俩 这个也是 以后会组成一个组合啊 有小龙啊 猫腰还有我啊 我们三个 组成一个新的组合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吗 我非常的崇拜吴奇龙啊 我极度的崇拜他 我对他已经达到了 盲目崇拜的境界啊 所以呢 这个 我们三个呢 就准备组成一个 这个仿造小虎队的那种组合啊 然后呢 我说 我说你看 咱们要仿造小虎队啊 这个你说 咱们这个组合的名字 应该叫什么呢 然后猫腰说 说叫什么 这个啊 这个霹雳爱人主 霹雳三人主啊 然后呢 我说这名字好像有点不太 这有点俗啊 然后呢 这个小龙说 小志起名字这种事 交给龙哥了啊 龙哥呢 来跟你想办法 我说小龙 你能起出什么好名字 然后呢 小龙就说了啊 说这个 我觉得叫这个 既然说要仿造小虎队啊 咱们的这个就应该和小虎队呢 这名字接近啊 然后呢 还有这个有点隐藤内心 都的感觉啊 就国际化 加点英文啊 我也比龙哥 我这个我喜欢啊 我最爱说英文了啊 然后这个龙哥就说了啊 那就叫小虎弊 对吧啊 我听完之后 说实话啊 当时我真的 我是刀没在我手上 他说在我面前的话 我就撒了他 这算了啊 也就不多提了 然后呢 就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啊 下楼是什么节奏 下楼是什么节奏啊 妈的 这不就是要上天的节奏吗 你这怎么能 这会儿跟我说这么多人头 我就纳闷 这些人究竟怎么玩的啊 他有点讨厌了 看一看 这现在呢 这个猫腰来下落支援嘛 结果呢 没想到啊 被对面呢 来了一群人的啊 全部都给搞死 大家看到这盲僧啊 不像了 盲僧还真是 最后的时候 用红buff啊 骚死了对面的 这个武器大师 那这样来的话呢 多少还算是 不是特别的亏啊 还杀得严 现在的银头比呢 是4比13啊 有点凶残啊 咱们这个就不多提了啊 然后呢 这个继续来看这个 比赛啊 就来看比赛 然后呢 这个 还有个事呢 也得 对对对 这种事还没提完呢 就是说我和猫腰呢 还有小龙啊 我们过的时间呢 可能那个 因为大家总是跟我提嘛 说小致希望你能够搞一点这个 什么这个直播之类的啊 那这我有时间的话呢 我给大家呢 这个和小龙啊 还有猫腰我们几个呢 去奶油歪歪里头搞一下直播啊 有时间呢 大家来看一看啊 这个 绝对搞出激情了啊 打仗 情形地 上面的复制兵了啊 那这个咱们继续来搞 当然了这个最近那天呢 也是 我也我也很苦恼啊 这几天呢 就是我呢 这个看邮箱啊 收到了很多的邮件 看邮件呢 说实话啊 弄的有的时候真的有些人写的邮件的很感动啊 就说什么 小致啊 觉得你很辛苦啊 每天都在那里给我们解说视频 而且你解说的视频呢 这个内容量和知识量啊 明显要高于其他解说 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这个每天都这个搞出很多的事情啊 所以我一听这句话 我说啊 你终于懂我啊 你真的懂我啊 所以我一听这话 我就很感动 你想一想嘛 眼睛能理解我 我这解说实话 每天我都想这个灵感啊 然后他紧接来了一句更让我感动的话 说我们搞网恋吧 对 所以就是这种节奏啊 但也有一些人在这个 挺让我尴尬的啊 有个男的这个来找我啊 但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又发生了PK 准备搞死这个蛇女啊 然后最后的时候 这点还上上了能骚死 应该是能骚死 漂亮 骚死了啊 但是他们这个猫腰又是被对面的一群给干掉啊 那这有点小尴尬 但那这个刚刚那段PK呢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啊 这蛇女也大呢 也是大到了这个猫腰的螳螂 所以之后的时候呢 这个差点就被 就是差点就是没有办法杀掉这个蛇女啊 不过还好继续的搞掉了 那好吧 把咱们这个继续来看一看啊 咱今天这样比赛呢 是一个排队比赛啊 大家不用怀疑 然后我们继续来讲那个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在邮箱当中收到的各种奇葩邮件 因为可能我解说的时候呢 过分的啊 付我严格魅力 以至于造成有些人都有一些这个呃 这个不好的倾向啊 有一个男的给我发邮件啊 说小智虽然我是一个男性啊 但我愿意为你不孕不育啊 听到这时候说实话啊 我确实挺爽啊 我挺爽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来来来来 你去医院 你给我开个证明 就证明你为我不孕不育了 我就想看一下 所以你吹牛有个限度啊 你当我是山顺小孩吗 他讨厌啊 你好啊 这咱们严重点 这毕竟在搞解说呢啊 然后也有一些 那这说什么 小智你那家我听的好友啊 家我听的好友 然后给我发邮件 因为我这邮件说是吧 我一个月呢就看了一两次 所以那这有的时候难免呢 就是会呢 这个有看不到的时候啊 所以呢就是比较那个尴尬啊 就是说有些呢 给我发邮件 就发一个礼拜前发的 发了一个礼拜之后 看我没回应了 就骂我啊 骂他呀 小智你真大盘啊 真大盘啊 这我这种人 我家里就好友 你有什么不加的啊 我特别崇拜你啊 你就不能加我一下吗 就不能陪我打个十多盘 一回来蒙吗 当时听完之后 我也挺郁闷的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但这里面先把这段PK看完 这盲僧 不是这个潘僧啊 有点要死的样子呀 这死女一大招还大众一群眼 不过呢 这猫要平时自己的肘位躲开了 好 平时又一次干死对面的蛇女 咱们现在看一下 正在追杀对面的皮肠女拣 那皮肠女拣的一个亿也是逃跑了 那看一下 但是盲僧呢 已经是跳到了 那什么上面啊 跳到了 石队上面啊 他现在应该是有大招 可以了 哎 没有大招啊 没有大招 你搞个屁 那好吧 这个咱们就不提了啊 不过呢 还是弄死对面的皮肠女拣 然后呢 现在这个银头树呢 也是慢慢的再往回走啊 然后看一看这盲僧呢 最后一个极限的扛牌 好啊 这 这过分极限死了啊 这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啊 咱们这个就不提了啊 嗯 然后这 有一位朋友就说 说让我这个 呃 这加到跳的好友什么的啊 但是这个 说实话 我也希望说 把每一个喜欢我的 那都加到我的跳跳里面来 哎 但是呢 由于这个 我看邮件的时间太多了 就随随便便七八天 就一千左右分了 所以呢 这个大家呢 这个希望能够理解我一点啊 我呢 这个确实是有时候有点忙啊 这难免就说 这个 那啥啊 就希望大家能懂我啊 哎 然后呢 这个 我顺便呢 在视频里面啊 说出一个埋藏在我心里多年的秘密 这个事呢 大家帮我往外这个转播一下啊 传播出去 就是说呢 我很喜欢吴奇隆 我非常崇拜他 但是妈的 这老多年了 我喜欢你吴奇隆 我喜欢你都十多年了 你 你既然不加我跳跳啊 你不加上我跳跳好友 还有刘德华 我也喜欢你 我叫你朋友玩房 因为来谋这么难吗 对吧 这个大家帮我把这个事呢 这个说出去啊 就讨厌啊 讨厌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了 这刘德华和吴奇隆 你们就不加我跳的好友啊 还不陪我玩 一会儿猛的 真讨厌啊 那好啊 咱们这个 呃 继续来搞啊 但我知道我又顽皮了啊 那好吧 这个现在呢 看一下啊 又开始准备搞上了 然后呢 现在他螳螂的一个打路啊 也消耗一下 现在这武器大师来了啊 这直接跳过去之后呢 晕住了好多的眼 然后呢 这个盖伦呢 现在基本已经如如无人之境啊 根本就没有人拿他当回事啊 就没有人打他 但是呢 神嘴一个大招呢 又是大众对面的这个嗓颜啊 大众的螳螂 还有盖伦和盲僧 盲僧已经被干掉 然后呢 现在这个节奏呢 打的非常的乱啊 看一看猫儿有没有机会 猫儿呢 由于现在没有异啊 然后呢 他有散见 有散见 但是呢 也不敢时时便便的 就进去切岩啊 距离一直不够 但是呢 现在这个妖机给他控制住了啊 那我看一看 现在有没有机会 然后呢 又是一个达路消耗一波啊 那看一下 现在猫儿有没有机会啊 直接跳过去 跳过去搞他啊 但是还没有跳啊 那好吧 这个如果换成我的话 可能就会跳了啊 直接呢 就是冒险嘛 毕竟打的帅一点 这比较 比较潇洒啊 先这个看一下 好漂亮 这个皮肠女姐呢 刚刚点尸完腰机啊 然后呢 冒腰就赶到啊 直接一个打 一个打路呢 就收掉了对面 这个女警的沿头 那现在潘森来抓的 现在已经陷入绝境了啊 但是高丸 绝对是有办法逃跑的 大家请注意啊 看一下看一下 能不能跳走啊 能不能跳走 我估议能不能跑啊 能跑啊 那好吧啊 这意见回复的话呢 那就没啥事了啊 何况他还有武术鞋 但他还想在这浪一下啊 要死的样子啊 那好吧 咱们这个就不自体了啊 猫腰这个眼内 是比较腼腆的 我总这个欺负他的话呢 也不好啊 像小龙的话 谁谁未面呢 就游吝他啊 然后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啊 现在猫腰准备来拿这个蓝buff啊 拿蓝buff 但这个霍乐的时光呢 总是特别短暂 我这个扯蛋呢 这个不知不觉呢 就已经扯了呢 我这个二十多分钟啊 所以呢 这个我适当于是为作为律师健康专业的小青心姐说 我是不是应该也是给大家讲解一点专业的知识啊 当然这个螳螂说实话 我虽然说不怎么种玩这个英雄 但是我对他呢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看法的啊 然后现在看一下 又准备搞死这个蛇女能不能弄死他 能不能弄他漂亮 又是一个跳啊 弄死对面的蛇女 然后现在这个努努呢 还敢往前冲啊 估计是有缘了 然后那些猫腰 因为这个意呢 还没有 还属于西地状态啊 说没有办法呢 这个直接开意跳肘啊 所以也被努努给打造了 然后现在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节奏 但是这个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啊 都没有注意到 这个猫腰原来已经脑子上被套了一个死这儿啊 这个狙击步已经打中了他的头部啊 让他倒在地上啊 鼻子就是咋的 这个有点尴尬啊 不没事 我们这个继续来看一下啊 咱这个螳螂的家典呢 这给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是主W-E啊 当然第一集的时候呢 加一个T的话呢 有点好处啊 具体什么好处呢 给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啊 就会多打出点伤害嘛 你看这猫腰这个撒死女儿怎么撒 就是前期的时候呢 先用一个T然后A他一下啊 消耗一波 等到那个 然后呢 他故意多多补点兵呀 让自己呢 快点到二级 他一到二级的时候 直接就过去啊 就拿了一血 所以就是这样是一个节奏啊 大家一定设好呀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唐狼又来了 唐狼又来了 然后呢 现在看一下 盲藤剔死对面的努努 那我看一下啊 现在唐狼又是W不断的在消耗 看一看 然后呢 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那邀急又开始隐不住了啊 又开始隐不住了 然后呢 现在看一下 武器大师跳了过来 不过武器大师的血量比较少 唐狼有机会啊 唐狼有机会 必要呢 又是收掉了这武器大师的盐头 然后呢 又是由于这个杀掉盐之后嘛 刷新了技能啊 然后就要对面的这个女警 竟然还敢来用脸探草虫啊 这无法想象啊 我真的拆不透你 然后看一下啊 但是呢 这个猫腰还被对面的这个 呃 潘森给弄死啊 不过还好呢 在临时之前啊 也弄死了对面的盘森三杀啊 三杀啊 嗯 比较凶残啊 然后这个继续来看一下 但是这个猫腰呢 是给自己的这个武术鞋呢 升级成了这个家园卫士啊 或者这个呃 打唐狼的话呢 这个福尔的话呢 就是带这个正常ADC的那福尔就行 就加16点攻击力的啊 要不的话呢 你就带点这个护甲船头的也可以啊 这个就看你个人喜好 是喜欢护甲船头 还是喜欢的带攻击力的 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判断来决定啊 然后呢 这个现在呢 因为唐狼都流行出什么呢 都流行出这个女神之类啊 女神之类呢 肯定是要合成这个魔中力验的 然后合完魔中力验的话 它不是有那个魔切的那个特殊效果吗 所以呢 这个呃 只要积累一定点出之后的话呢 就能够这个升一场魔切啊 大家呢 也是根据自己情况来 大家呢 这个魔切啊 然后呢 这个是 就是前期时候是女神之类啊 武术鞋 呃 再加上呢 这个我是喜欢出轻语啊 但是呢 这场比赛猫腰呢 是先出的 不是 我是喜欢出这个吟雪啊 那这场比赛的猫腰是先出的这个轻语 所以呢 这个呃 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啊 都有自己的独到想法 呃 就看你自己的根 习惯了啊 那好 咱们这个就不都提了 然后呢 这个后期的时候还要出这个什么 像我的话是女神之类 然后呢 这个吟雪啊 紧接直接就会开始走狂涂啊 呃 但是呢 这个狂涂我觉得是必须出的 这版本很重要啊 而且呢 这个熊虹螳螂卡 熊虚空略得者卡兹克呢 这个人建议啊 这打的时候呢 一定要就注意自己的走位 虽然说你呢 有了狂涂之后呢 血量很高 但你也不能突进去 因为你的作用是要打伤害啊 不是说让你去那里呢 吸收伤害 所以呢 这个切入的时间点呢 要很注意的 就考虑一下啊 如果你不知道说怎么切入的话呢 最好你玩玩剑胜 你要是把这个AP剑胜玩明白 找有每次都找好切入的时机的话呢 我相信你玩每一个切入型的英雄啊 就尤其是近战型的中路英雄 你都能够找到这个正确的切入时间点啊 当然剑胜的切入时间点呢 是需要把握的最精准的啊 像其他的英雄的话 有一定龙错绿像螳螂就是有龙错绿的英雄 你没切入就没切入证据的话 你可以一个亿跳肘啊 或者隐身逃跑 这都是可以的啊 但有些英雄就是急 一旦你这个出现了失误 你就没有办法回头 所以呢 这看自己个人的想法来啊 啊 那现在这个在中路呢 不断的在消耗当中 对面的弩弩的血量很少啊 所以呢 就给这个螳螂一个刷新大招的机会 不是刷新大招啊 刷新异技能的机会 那看一看 现在这蛇女扔出了大招 然后盘森也跳了过去 然后呢 现在堂囊不断的搞 好漂亮 杀掉了对面的弩弩 刷新了啊 刷新了又去跳过去 好漂亮又去刷新了技能 然后大招也开启啊 专上一个达瑞 跳过去又一个跳吗 有没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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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这蛇女呢 也被干掉啊 然后呢 就刚刚是被妖精弄掉了 蛇女之后的话呢 他又刷新了自己的翼啊 翼一刷新之后的话呢 这堂囊直接就是跳着逃跑 那这样的话呢 这波团战还是打得很成功的啊 而盐头呢 也是渐渐追回来 前期的时候呢 落后九个盐头啊 然后呢 现在是12比27啊 但由于我这个给配音的时候呢 这画面好像不是很好啊 我看的是12比27 但具体情况 我看清是要不就17比27 还是22比27 好像是22比27啊 那12比27的话不太现实啊 但是觉得现在呢 还是落后云头 而是这妖精呢 还是不断往回送啊 这有点讨厌啊 现在这打牌 我发现了 每个人的脾气都越来越大了啊 这总觉得打辅助又这个 有点有些取材了啊 都想要这个打什么各种各样的中单 那要什么位置啊 其实说实话 如果呢 你要是在五楼的话呢 就是很主动的就说 说我所有位置都可以补就行了 有人要愿意打辅助的话呢 你又要去打辅助 你打其他位子 就没愿意打其他位子的话呢 你就去打一个辅助 其实打辅助 辅助打好了也是很厉害的 尤其像那种就是机器人嘛 机器人的话是很有办法 能够改变这个场上局势的一个英雄 当然这个玩机器人 你要玩不好的话 那这个 你确挺坑的啊 再次讲一个职业选手的故事啊 就拉大宠真的小子啊 这咱们就不多提了啊 然后呢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但现在呢 这个猫腰的沿头数呢 是很高的啊 而且呢 也是装备呢 还算是比较豪华 已经出了这个残暴 然后呢 这个呃 轻语和这个狂徒啊 对的 但这个我刚介绍这个出装问题 忘记介绍了 这个残暴之力 肯定是要先处的 他又先于掩血剑 然后呢 晚于这个女神之类啊 那我现在看一下猫 又准备追杀对面的这个女警 看一看女警 现在血量很少 他又隐身了 隐身之后的话呢 是加移动速度的 然后呢 现在这个努努 现在情况也是很危险啊 又跳过去 搞死努努 搞弩弩 有达的漂亮 这个撒掉弩弩啊 又是刷型的技能 那这样的话呢 猫来了一个双杀 那看下这个螳螂呢 还能不能搞出一些其他事情 这个攀升呢 还是这里打得不亦乐乎 那相反呢 这个呃 盲森和这个卡兹克都来了啊 飞腾螳螂呢 我看一看 带着去跳过去 切一下对面的这个蛇女啊 切完之后的话呢 立刻往回走 咱们现在这个盖伦呢 在旁边一直看剂啊 这个没心没肺的SB啊 这真受不了 那看一看 然后呢 又是一个打路 但这个打路放歪了啊 然后呢 又切到对面的这个蛇女 然后又跳过去 搞死对面的这个潘森 又跳肘啊 你可以看到非常的飘逸啊 基本上这个五个英雄 好像都是他杀的吧 他前期的时候 弄死了弩弩和这个皮肠女姐 然后呢 回来之后的话呢 又弄死了对面的潘森加蛇女啊 好像只有一个英雄 不是他杀的 那这场比赛呢 猫野也算是表现的还可以啊 展现出了他一定的技术水平 当然这有些人呢 这由于欣赏水平过高啊 即使若蜂打螳螂 他们都觉得很灿 所以呢 这个 可能这场比赛呢 你就觉得说打得不是很好啊 那这个 大家就见一见智啊 反正打得好不好 坏不坏的话呢 这个都看个人的习惯啊 这样我有一个朋友 他呢 经常是叫我呢 找一些高手来陪他玩游戏啊 然后呢 我之前呢 就给他找了几个人啊 然后都不满意 尤其有一个我的朋友呢 他是这个韩国人啊 他在这个韩国生活 然后呢 这个 我把这个人呢 介绍给他 我说你陪他玩一会儿啊 然后呢 两个人就在一起玩 然后玩了身之后呢 我那位朋友就说呢 韩国的那个人有点菜啊 他就觉得说 妈的 这个人也就是排在1800分左右的水平啊 然后结果呢 就是这个家伙呢 还跑到了这个职业战队去打职业啊 所以你看这个 究竟打得好有坏呢 一般也是看不明白的 尤其是这个 对吧 咱们这个就不多提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其实说是要打得好有坏呢 主要是看那个 你 你每一个人的好有坏的这个定义不一样 我那位朋友的 觉得说玩的好的呢 都应该是个浪逼啊 就一个一为五一为七呢 还是来回干啊 但你要说你30级的号打一级的小号 并且你装目领先 他这个30个大件的话 那很容易就一为五 但是问题是正常打来讲的话呢 你上哪去见到能一为五的眼 对吧 那是很少的啊 那这个我们就来看一看 现在猫腰呢 就在这里呢 一个中单啊 看着对面一群眼啊 让这个对面的输出点不敢去打输出 那看一看能不能弄死对面的这个攀身 好漂亮 这攀身也死了 死完之后的话呢 他这个E已经刷新了 继续去收割 继续收割 但是呢 没有弄死对面的蛇女啊 那这样的话呢 他这个好漂亮 这是弄完蛇女之后啊 他的E技能又恢复了啊 又恢复了一个达路过去 但好没有达不到眼 不过没事啊 现在看一下 还是有优势的 这一波 那现在呢 这个女警又是找死啊 然后呢 现在这猫腰切死对面的女警 然后呢 武器大师原本想弄死他 结果呢 他这一个W逃跑了啊 不是一个E逃跑 那现在反过手了之后的话呢 又去弄死对面的武器大师 那这样的话呢 这波又是打出了一个巨大的优势啊 这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团战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螳螂一直在 这掌握着一个节奏啊 而且前期的时候 基本上每一路都有劣势啊 只有这个中单没有打出劣势 相反还是巨大优势 但有些人呢 经常会抱怨 说啊 我一打上游戏 我这一路优势挺大的 然后其他两路都是这个雪崩啊 这就没有办法翻盘 但这个翻翻盘的话 你要看一定的这个员言啊 就是队友呢 智商够用 但是呢 他由于失误啊 打出了崩盘的局势的话呢 这个你要是好好游走 几下的话 你有优势那一路呢 有优势那一路呢 来回的游走几下的话呢 这可能会把这个律师给搬回来啊 但如果队友的智商不够的话呢 那这个就确实挺难的啊 那就只能说一句话 这游戏太难了 所以呢 这个也是有优势的时候呢 你要尽量把这个优势扩大到全场 如果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呢 就尽量的啥啊 尽量这个猥狂一点 不要死太多啊 给队友这造成困扰就不好了 那现在看一下啊 猫狂他们应该是准备打大龙 还是选择中推呢 就看一眼啊 你目前来讲啊 如果换成五的话 肯定中间继续打啊 就看一看 漂亮 哎 等这个女姐出现失误了啊 幸福来真突然啊 你这也真整不了啊 你这个 他一着急的时候呢 他一反了啊 方向一反了 那好片了 看一下现在猫狂准备切对面的蛇女 好片了 这个猫狂和蛇女互混啊 然后现在是四打四打三啊 那应该是能打赢的 然后这武器大师呢 又运住对面的 呃 运住了这个几个人啊 但是呢 没啥大事之后的时候呢 还是这个呃 成功的把他们都给干掉啊 那现在呢 这个中路也是二塔被迫啊 看一看 担心猫腰这个已经买出一把这个小剑啊 就究竟出的什么呢 就回到我的话 就直接出这撒音刀啊 呃 搞点没有截超的身上出来 但是呢 这个猫腰还是比较稳妥 他选择呢 出这个隐磨刀啊 那好 这看一看 隐磨刀啊 呃 我们就不多提了 然后呢 这场比赛的猫腰 他们的这个阵容呢 也是比较奇葩的啊 用了一个 这妖姬来辅助啊 后来我还问他呢 我问你们怎么还 我说就那谁想出这个奇葩方法 用妖姬来辅助呢 然后猫腰说 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呢 那妖姬跟他抢位置啊 然后他选了这个唐狼之后的话呢 那妖姬呢 这个在五楼啊 就选了一个这个 呃 妖姬出来啊 就说什么 妈妈 反正我不带五分啊 输着输 然后就后来的时候呢 那想一想 就觉得说打一个 他这种水平打分呢 也不容易啊 然后就又放弃了这个 报复社会的想法 然后呢 一样给他猫腰打充单 这还算比较好的 这是比较好的小朋友 有比较不好的小学生的话 就真的是去收银头挂急了啊 这个讨厌 然后现在看下这部大龙 能不能打成功 然后芒生也在旁边这个埋伏着啊 芒生一脚踢过去 看能不能抢到 能不能抢到 这个芒生还抢到了啊 而且呢 还这个逃跑了啊 杨猫要进去跟他们一顿拼 那这样来的话呢 这又杀到对面几个英雄 杨猫要往回撤退 然后再跳回去 再跳回去 再跳一下 这差一点就四杀啊 三杀 三杀 这刚刚呢 这猫的操作很漂亮 已经把对面彻底给玩懵了啊 甚至连我呢 都已经有点找不到他英雄在哪了 那这一波呢 这既抢到大龙 又团灭了对手啊 那这个打出巨大优势 就是一换五 直死他一个人啊 哎呀那猫也才打出了成敦的伤害 这一波打的雪儿漂亮啊 那基本上这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啊 那这次呢 这是我的好朋友啊 这刚交的好朋友啊 猫妖 替小智呢 维护了地球的和平啊 那这个 接下来呢 进入大家这个最喜欢的啊 这个淘宝推荐环节吧 但是 嗯 好像没结束吗 啊 就应该结束了 我感觉啊 那好漂亮 已经结束了啊 进入淘宝推荐环节 好的啊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淘宝推荐环节啊 这个本期呢 给大家推荐的商品呢 很多啊 多种多样 这个有大家最熟悉的啊 这个狼猪龙呀 背光键盘 但是呢 尤其这个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啊 所以小智能否让我们看一下灭神的风采啊 于是呢 我就把这个 这个USB接口啊 给连接成两个鼠标 所以呢 就没有这个给大家放这个背光键盘啊 你可以看到 即使呢 它没有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但它的内心呢 依然是一个低名且沉吟的野兽啊 非常帅气的一款这个键盘啊 就非常的静言 而且晚上有背光的话呢 可以这个帮你这减少打质的食物率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两款鼠标啊 就是这个一年之内 我跟你承诺包退包换的啊 这个木马人 你可以看到啊 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啊 真的这闪烁着晶莹的光芒啊 太帅了啊 现在还有就是这款这个 灭神鼠标啊 当然了这个 由于我的USB接口呢 有点问题啊 所以它两边的这个亮灯呢 是没有散 没有散亮的啊 不过呢 它这个光芒依然是很神秘啊 闪烁着神秘的光芒啊 而且是呼吸的 不断的变换啊 是一个多媒体的鼠标 而且就是这款鼠标啊 帮助我们币格重现了来往日的致敬啊 而且呢 这个下面还送一款这个 它的这个鼠标店啊 但由于这个现在 店铺销量突然有点增高啊 就是已经 这个灭神鼠标卖了一千多个啊 所以呢 这个鼠标店呢 有点 就暂时缺货啊 所以你买的时候呢 会送你另外一款 更加大 更加长 更加宽的鼠标店啊 所以想怎么动 就怎么动啊 妈妈再也不担心 你玩一份联盟被虐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款 大家比较熟悉的啊 这个 塞瑞和孔纳尔联合出品的 这个眼镜啊 这个眼镜呢 现在有新款啊 就是叫做这个 拱纳尔PPK眼镜啊 有六种颜色 供你选择 而且还送你这个 呃 查眼镜的这个布呢 和洗眼镜的液啊 液体液体啊 给你一个想象的空间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今天重头戏啊 就是这款 拱纳尔 不对 是硕美科的耳机啊 I'm sorry 我一着急 说英文的时候呢 总是控制不住啊 硕美科的耳机 你看到啊 这是黑色版的 呃 它呢 是有两种颜色 还有一种是白色的 但白色现在比较缺货啊 所以黑色呢 是供 供量比较充足的啊 你可以看到 非常好看的一款耳机 而且戴在耳朵上呢 这个也不会有过分不舒服的感觉 而且呢 这个 我自己录视频呢 一直是在使用这款耳机啊 我店里呢 也是有销售的 说大家呢 有时间可以来看一看啊 然后顺便呢 今天值得给大家看一下的话呢 就是呃 这我的 现在这个 我使用的这个电脑呢 已经是 呃 即将就要过门退役了 因为它随随背面 录个视频的话呢 就能达到80度 90度 甚至100度的温度 经常会蓝屏使鸡 所以呢 我一样猫腰呢 来代替我录了几场视频 给大家看啊 呃 然后 嗯 这个电脑呢 也是曾经我之前的女朋友 给我买的啊 也陪伴了我30年 然后呢 经常召过游吟 做视频的人呢 给大家做着啊 电脑的使用量是很大的啊 然后它也即将就要光明退役了 这 最后我的时候纪念它一下啊 这个给大家这些码 有三年的时间 散播 欢笑 散播爱 都使用的是这个主机啊 哎呀 谢谢你啊 顺便呢 这个再展现一下自己的小鞋啊 王者战靴啊 但由于灯光比较暗 显得比较脏啊 虽然它是非常纯洁的哦 啊 呃 那好 今天的这个淘宝推荐环节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要感谢大家的收看 让我们再来看一眼 这几件商品 以及陪伴我那么多年的机箱啊 好 谢谢 好了 接下来进行这个视频的互动环节 大家已经可以看到啊 本期又抽出了一位幸运观众啊 这位叫做风雨中的淑妃啊 但淑妃我记得好像是那啥啊 然后不管他啊 然后他说了 说不管说什么 我永远是负责相信的那一个啊 当然这种人比较讨厌啊 这最容易被这个招摇者所蛊惑啊 那好吧 不管你说了什么啊 谁让抽中了你 那我只能厌命啊 我向命低头了 然后呢 这个恭喜你啊 你将得到的是这个机箱的套头位移一件啊 当然了这个呃 各位观众朋友们啊 这机箱的位移呢 也是很漂亮 很帅气的啊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来找我购买啊 得到的方式呢 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在我这个优酷网的视频后面留言 就有机会得到这件奖品 然后还有一种呢 自然就是到我的店铺里去买一件啊 这请不买也记得加个收藏哦 啊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谢谢观赏 我是小志